嗨,你好,我是蕊希 今天,你还好吗?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中搜索 蕊希 花蕊的蕊,希望的蕊 每天晚上,我都会用一段声音 陪你入睡 最近,徐世坚发了一首她的新歌 这首歌,叫《最好》 还没听的时候,我看着这些精简的两个汉字 思考着她用词的意义 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爱情 还是最好的过去 我第一时间把这首歌,分享给了我的朋友阿白 我不知道手机屏幕那头的她,是真的在忙 还是看着这首歌,迟疑着 她是一个粉了血之前很多年的人 在面对这个歌手的很多非议时 她虽然没有脱粉,但却选择了沉默 从那时候开始,她不再敢告诉别人 她这样一个爱音乐爱笑的姑娘 喜欢血之间 她害怕,害怕别人眼神里透露出对她的质疑 你为什么还会喜欢她呢 但是那天,她把这首歌分享出去 配上文字 我喜欢 这首歌没有前奏,出乎我的意料 当第一句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 我才明白其中云含的意义 这位叫做薛之间的歌手 用自己低沉的声音 唱着第一句 最好 就这样能把你忘掉 我好像在她独特的嗓音里听到了 挣扎许久的无奈 只有因为种种外界因素 她无关痛痒时的故作姿态 装得若无其事 也应和了最后一句歌词 最好不要 记得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暗示 暗示我们忘掉她这个人 忘掉她的不好 也忘掉不堪一击的是非对错 她的语气当中好像带着渴求 一直当一句句歌词 如永而至的时候 想到那个在音乐里带给我们治愈的歌手薛之间 很多人就绷不住了 我记得几个月之前 小月月在综艺节目上 对薛之间说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谣言 终究敌不过真诚 虽说有很多时候 飞翼对她来说 具有非常大的攻击性 但是面对种种声音 对一个公众人物最好的尊重 应该是这样的 红时不追 蓝时不黑 只赏其作 不问是非 就之前发微博有一个习惯 她喜欢打省略号 每次看到这些省略号的时候 我都会忍不住去猜想 是代表着恒乎其词 欲言又止 还是表示沉默 语意未尽 我也注意到一些事情对她的影响 过去 她在微博发歌曲的时候会说 承蒙观照 事后 她把这句话改成了 感谢聆听 感谢观赏 可以看得出来 她其实是在乎外界看法的 她从中收敛了自己说话的语气 由衷的感谢 依旧在支持她的人 她更希望自己是拿一个歌手的身份 出现在大众的事业里 希望自己可以用音乐 做出反击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这样评价学之前 说她是一个深情的病人 每首歌都能扎进听者的血骨里 疗愈内心的伤口 这句话 我很喜欢 她把我们所有人的伤口都治愈以后 我们却选择了 在她初始的时候仓皇逃寸 把事情撇得一干二净 喜欢一个人 不就是应该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为她发声吗 她的前任也好 仙人也罢 爱情这种东西 瞻折即杀 全世界都在说感情世界里分不了对错 但我也十分好奇 感情里 为什么就不能有过错 就像《如人引冰》里有一句话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教 唯有爱 无视自通 作为旁人 没必要肆无忌惮地挖草别人的伤口 因为只有当时人才明白其中真相细节 我们都要试着去理解别人的难处 也不要忘记 它曾经给你带来的治愈 和快乐 每天 一起坐在阳台上吹着风 弹唱着 当年听过的那些情歌 以及那句 最好 就这样 把你忘掉 忘掉伤痛 忘掉不悦 忘掉那些 感花缭乱的 情情爱